大家好 升旗易得動 今天是2022年3月17日 星期四 俄羅斯 受到西方的經濟制裁 那個 那個 現在的副作用慢慢出來了 這次 懲罰這個俄羅斯 除了對普京之外 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 俄羅斯的一般民眾 現在 很多俄羅斯的市民 尤其是 莫斯科 最慘了 我們這節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 把現在俄羅斯有幾千億的外匯儲備凍結了 外匯儲備 部分的錢 會存在聯邦銀行 例如 英國 美國 總是外國的聯邦銀行 或者瑞士 俄羅斯現在據說 最少有三千多億的美金 被美國凍結了 現在 手上拿著的可以動的錢 估計不多 可能有千多億 另外 俄羅斯還有一千多億 美金價值的黃金 原來在美國 因為 結算所在美國 美國 我估計是拿不到美金 這麼多黃金出來 應該沒有那麼多貨 不過呢 你也有紫黃金 你可以在美國交易 你也可以 減持你的黃金儲備 不過你也沒有拿不到實金 大部分 國家的黃金儲備 其實也是存在美國 這個問題 又衍生了出來 美國現在 扣押了 俄羅斯 有千多億 美金價值的黃金儲備 以及三千多億的外匯儲備 包括歐元 據說 現在美國很大機會 將這筆錢 到時 在俄羅斯戰敗之後 會用來 作為戰爭賠償 賠給 烏克蘭 當然 烏克蘭當時 他的談判 要求俄羅斯撤兵 也要賠償 國家的人命損失 死了的人要賠多少錢 也要大量的房屋 建築物被炸毀 烏克蘭要進行大量的重建 需要很多錢 這筆錢 據說 烏克蘭總統曾經開過價 賠償3000億美金 當然烏克蘭的GDP很低 三千億美金真的夠有得 如果美國那條數真的整條數 用來交給烏克蘭 肯定夠了 不過 現在究竟俄羅斯何時投降呢 俄羅斯何時全軍覆沒呢 我們要跟大家詳細探討一下 當然 這個問題不是這節的環節 這節想跟大家說一下 俄羅斯人民 有多痛苦 我們有時候也要關心一下 因為 其實他們的百姓也是無辜的 很多人是反對普京 是侵略的 當然有些人支持 但也有些人是 望在鼓勵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當然會有些像藍絲那樣 政治不關我的事 我不想理啊 不要妨礙我賺錢 別妨礙我上班 其實俄羅斯也有 香港有港豬 俄羅斯也有 不是所有俄羅斯人都是 北極紅利的 當然也是有俄豬 俄豬 買了房子的俄豬 大哥 剛剛買了房子而已 你現在這樣弄我 當然 如果你有全外幣的 或是你手上有些外幣的 那就不一樣了 現在勞捕貶值 你買了房子 有房屋貸款 但是有利息飆升 現在俄羅斯的利率加到20厘 因為貨幣大跌了 即使20厘也沒有辦法留住錢 外資就走了 現在只能夠剩下俄羅斯本地人 拿著的勞捕 好了 我們要跟大家探討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考慮頻道 月份贊助 我當時也要想 會不會有些人 是受益的呢 買了房子的人 例如我在你那裏買房子 當時這個勞報是 一勞報 一美金一對七十多勞報 一美金一對七十多勞報 平均一勞報 等於一毛錢港幣 十勞報才是一元 官價 用了官價算數 當作是百三 貶值了一半 如果在真銀行 例如1000萬劳報也是100萬港幣 可能不止的 2000萬劳報 當你2000萬劳報買一層樓 我在莫斯科買一層樓 2000萬劳報 我現在每個月還錢 現在 銀資貶值了 以前的2000萬劳報 可能是 30萬美金 應該是30萬美金 現在跌下去只剩下十幾萬美金 你就還少了 但是在俄羅斯的人民 他們的銀子變了值 他們的人工 是等於 扣減薪 但是他們面對 苦果就是 銀行的利息家 除非你整副身家都是美金 你就沒有問題 不然 一樣是受害 在俄羅斯有幾百萬這些老百姓 都是受著那麼慘的制裁 其中 我們看看BBC的報導 有一個工程師 應該是工業的設計師 他說現在計劃盡快在外國找新客戶 並用他 全筆錢 離開俄羅斯 他說在俄羅斯感到害怕 因為有些人因為反對官方的說話而被捕 他感到羞恥 因為他們 絕對沒有投那些當權者的票 當然是不可以寫他的名字 他們當然是為了保密 現在 俄羅斯被制裁 而且 這場經濟戰 令到俄羅斯本身已經是 經濟一般的 GDP年年都下跌 經濟增長每年都下跌 這次 西方的領導人希望用經濟方法把俄羅斯拖入困境 從而 從而改變 普京的政權 甚至乎 把他的政權拉下台 但是普通老百姓 他們的積蓄 基本上是 咬腰 失去了一半 甚至乎失去了四分之三 而最嚴重的是 那些信用卡 Visa 蘋果 支付 Google Play 都說 要制裁俄羅斯銀行 不跟他們做了 他們說 有些人已經用不了地鐵 因為地鐵要用信用卡 以前 要是用手機支付 現在不能用 所有人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莫斯科 以往地鐵系統是由 俄羅斯的外貿銀行運作 他 是受制裁的銀行之一 所以 他們只能購買地鐵票 或者類似八達通的東西 不能夠 用手機支付 連買地鐵也要重新離開了 俄羅斯的勞報 大幅貶值 股票 也是嚴重的 所以股票 一直都不敢開 因為事情是我不想說 不用何кой 而 실 不斷有人壓力 懷弱 俄羅斯的央行呼籲人民要保持冷靜 太多人了 很多人 在莫斯科的ATM 自動股ских鏈 actively 提不到美元 连 Ekater 提不到美元 他們也不感興趣 因為拿出來也沒有用 他們現在 很擔心 就是 現在的俄羅斯可能會變成伊朗 或者北韓 現在最嚴重的是他們那種生活 接下來面對那種不知是甚麼生活 因為 當俄羅斯政府的外匯 現在被人凍結了 他的外匯儲備被人凍結了的時候 究竟怎麼辦呢 接下來可能有很多進口的東西 他們買不到 而且一定會貴很多倍 因為盧布的貶值 加上官方的價錢 已經不是實際反映這個實際價值了 他們可能要用黑市價才能兌換 才能兌換外幣 如果是進口的東西 不是賣那個價錢 一般的商人也好 一定會計算的 我 入口 就是用美金計算 現在變回盧布 那我是不是要大幅加價 可能同一樣東西要加四倍 因為盧布的貶值 不單止變一半 還有黑市的 因素 俄羅斯我們看到 買東西總是大排長龍 超市的東西被人掃 一掃而空 好像他們被人 圍攻一樣 不單止 是超市 所有的銀行櫛員機 全部都排了長龍 又好像回到前蘇聯時代 他們連當時的麥當勞也要排長龍 現在沒有了 連麥當勞也沒有了 我們看到 經濟制裁其實對俄羅斯 慢慢慢慢浮現出來 他們 絕對撐不住 人民撐不住 其實 官員也撐不住 因為慢慢慢慢 他們以往 買到的東西 就買不回了 以前隨手可得的東西 現在買不到 未來想要再買 也買不到 銀紙縮水 身家縮水 當全國人都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這個國家真正正可以說是遙遙欲墜 當然最高權力的人 掌握到軍隊 掌握到暴力 掌握到宣傳機器 他可以 一段時間蒙蔽人 但是 久而久之 人們感覺到痛的嘛 為什麼我們那麼嚴重 最壞就是你啦 是不是 所以 俄國的局勢 其實比想像中更加差 如果美國真是 將這筆俄羅斯的外匯 充公了 將它交給烏克蘭作為戰爭賠償 如果真是 打輸仗 你也沒有聲音 當然現在我們看 現在的俄國的環境 接下來一定會打敗仗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的補給線已經不夠 要運用到軍事火車 載一些 平民用的私家車去運用 武器 糧食 食水 彈藥 因為水也很重要的嘛 你有東西吃 沒水喝 怎麼可以呢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那些水你那麼簡單喝呢 你怕不怕人家會下毒呢 是不是 喝雪水 可以的 你就把雪拿出來煮熔吧 你也不難保人家會下毒呢 就算不下毒 又怕肚子痛 又怕水生水 拿出來 找火燒熱 一燒火 敵人就可能到了 沒有後勤的補給 連導彈 連武器也有機會沒有用的時候 如果人家在後面 撤斷你的補給線 入了烏克蘭的那群俄軍 就變成了一隊孤軍 最終 要是被遺遷 最終要是投降 所以 我覺得俄羅斯這次 派進烏克蘭的軍隊 是會全軍覆沒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